聪明人只需三秒就能分开这对形状怪异的钉子,而脑筋不开窍的人,即便给它六年八年的,也未必能探索出其中的窍门,传闻只是古时候用来开悟孩童智力的意志烧脑拓扑谜题,那要怎么分开它们了? 按照大多数人的正常逻辑来解,往往会本能地尝试在钉子的缝隙之间硬拉硬拽,在缝隙的各个位置不断用力抽拉,可是不管是从左边钉子或右边钉子的间隙之间抽拉,哪怕您力大无穷,因为钉子之间的间隙宽度刚好比钉子直径小那么一点点, 这就使得两个钉子用满力根本是无法解开的,仔细观察它们的整体结构,两个钉子设计的是一模一样,钉子上的两个环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,看似很简单的结构,实则玩起来没那么容易分开的,这个时候大多数孩子都会因为遇到困难而放弃,只有那些善于观察,善于思考的孩子, 他会在逆境中思考并解决问题,思维能力好的孩子,他会拿住左手的钉子不动,让右手的钉子倾斜倒下,一直往前推,这样两颗钉帽就能相互错开,紧接着把右手的钉子逆时针,旋转一百七十度,从缺口绕过来,你满心欢喜,是不是以为这就完了? 不不不,这还没完,仔细观察,钉子还是被卡在里面,根本就取不出来,其实它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的,多观察,多思考,正确的方法我来演示一遍, 此时,我们再让右手的钉子倾斜倒下来,再次围绕左手钉子逆时针,转动一百七十度,你以为这样就取出来了? 不不不,不要高兴得太早了,尝试一下,还是被卡在里面了,那要怎么办了? 生活工作中,往往成功的关键,就是谁比谁更能坚持下去,多思考一下,到这里了,我们只需把右手的钉子,一直逆时针旋转,直到两个钉子间间回合, 这样,两个钉子就成功分开了,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,而是思维认知上的区别,看问题角度不同,经研究发现,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更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,比如这个智力解构二十四简套,孩子在玩的过程中,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逆向思维能力,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,空间想象力,以及对专注力和耐心的培养,同款智力解构在视频左下角购买。